Windows键就这个 有点陌生是不是 那Ctrl键应该很熟吧 唱跳rap篮球嘛 按住这两个按键拍下递键试试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诶 我的桌面呢 刚刚打开的应用是不是全部都消失了 先别急 听我说 同样再按住Windows加Ctrl 点击方向左键 是不是应用又回到你的桌面上了 这其实就是Gay强今天所要介绍的主题 藏在Windows系统中的魔法 电脑快捷键 当我们正在上班摸鱼时 老板突然从门口走了过来 这个时候不要慌忙关闭游戏 你的队友还需要你 像刚才一样按住Windows加Ctrl加D键 立即创造一个新的虚拟桌面2号 或者干脆在摸鱼时 直接把游戏打开在另一个虚拟桌面上 通过Windows加Ctrl加方向键左右 来自由的切换 用完记得WindowsCtrl加F4关闭当天桌面 以免留下证据被老板抓到哦 如果你发现你来回切换桌面 还是找不到自己原始的桌面 可能是因为虚拟桌面新建太多 只需要按住Windows加Table键 即可弹出目前开启窗口和虚拟桌面的总览 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新建和删除 除了Windows加Table外 Alt加Table选择窗口 想必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但窗口内的切换快捷键你知道吗 比如浏览器打开网页太多 其实只需要按住Ctrl加Table 就能够快速切换这些网站了 当然有时我们开启了很多窗口 一个个最小化很麻烦 这个时候只需要按下Windows加D键 它会直接把你带回桌面 并把所有的应用都最小化 再按一下则都会弹回来 除此之外在多屏办公的情况下 按住Windows加上下方向键 可以控制当前窗口的全屏和窗口化 而Windows加左右方向键 则可以让你的窗口占据一半的屏幕 或是转移到旁边的扩展屏上 大幅提升你的摸语 呃办公效率 还有一个快捷键号称是万能键 当你在打游时遇到一些问题时 老玩家都会亲切地告诉你 按住键盘上的Alt加F4就好了 而其实际功能就是关闭当前应用 当然有时软件卡住了 确实可以用其快速关闭 不过也可以选择任务管理器解决 那大家平时是怎么齐能任务管理器的呢 其实只需要同时按住Ctrl加Shift加ESC快捷键即可呼出 那如果当任务管理器也卡死了 怎么办呢 我们的电脑机箱上有一个重启键 可以解决99%的问题 大家作为一名网上充了爱好者 想必最常用的快捷键就是鼠标选中 CtrlC CtrlV 但剪切板功能 盲才大部分观众肯定都不知道 当我们复制完一句话后 按下Windows加V键 就可以打开剪切板了 而剪切的快捷键则是Ctrl加X 不需要移动完之后还要回去删除 不小心删除错了的文件也没关系 Ctrl加Z键可以撤回上一步操作 文件丢了还没三秒 还能用还能用 当然如果你想永久彻底删除某个文件 连回处站都找不到的那一种 普通删除是键盘上的Delete键 彻底删除则是按住Shift加Delete键 还是提醒一下 谨慎使用哦 那除了常用的窗口文本快捷键 我们再来看看截图和录像的快捷键功能 在不接触任何第三方软件的情况下 按下Windows键加键盘右上角的Print Screen键 就能对屏幕进行截图 可直接粘贴使用 并会在图片文件夹中生成屏幕截图 而Windows加Shift加S键 则能够换出更加精致的截屏功能 可以控制范围形状以及窗口 同样可直接粘贴使用 除此之外 一些常见应用也自带了截图功能 微信和QQ可以分别按Alt加A 和Ctrl加Alt加A来实现 顺带一提的是 QQ还可以通过Ctrl加Alt加S来录制屏幕 并且可以自己选择录制区域 这一点还是非常nice 千万不要再举着手机录屏了 不过说到录屏 就得提一下NVIDIA自带的GIFERCE EXPERIENCE了 其可以满足游戏玩家 对屏幕录制的基本需求 包括截屏 录屏 集数回放 游戏滤镜等功能 不过这个要全部都介绍完 太阳都下山了 想要详细了解的观众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会专门制作一期视频 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那这次呢就简单说一下 几个平时常用到的快捷键 首先是截图 按下Alt加F1即可 图片会自动保存在图库里 按下Alt加Z 可以呼出总菜单查看 而Alt加F9则是录制屏幕 再按一次结束录制 成品同样会保存到图库里 那如果你是A卡 或者没有下载 这类软件也没有关系 只需要按下Windows加G键 就可以呼出Windows自带的游戏控制中心 也就是手柄上的Xbox键 这里有社交选项 录制功能 性能监测 以及快速启动游戏等等 可谓使游戏玩家装插炫技之必备按键 紧接着要再给大家汇总一些常用的菜单栏快捷键 按下Windows加Q会弹出全局搜索界面 在里面输入想要找到的文件或是应用名称 即可快速地找到它们 并且右边还会有快捷操作 如果有经常用的软件 但是懒得每次都去找或者是去桌面点 可以尝试一下右肌绑定在任务栏 然后利用Windows加12345数字按键 可以快速打开任务栏 从左至右数字顺序对应的程序 让你彻底摆脱鼠标的束缚 当我们在手机上打开WiFi蓝牙定位时 都需要滑下通知栏 而在Windows中 按下Windows加A就可以打开电脑的通知栏了 各种快捷方式都在这里了 如果简单的操作无法完成的话 那么就需要打开电脑的总设置界面 同时点击Windows加A键即可 在这里也能够解决你的大部分问题 要是还解决不了 需要求助别人走开以后的话 按住Windows加L键 电脑会自动进入锁屏状态 不过要记得设置密码 不然就成了马其诺防线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不太实用 但花脸胡哨的功能 比如同时按下Windows加H键 就能打开Windows自带的语音书写功能 和手机一样 可以把所说的转化为文字 学会了可以好好在同学面前秀一把 不过要记得提前在设置里打开此选项 不然按用的时候就尴尬了 最后再给大家补充一些常用的快捷键 以备不时之需 当然以上介绍的快捷键 也只是Windows操作的一小部分 这个系统还有很多秘密 等待着被发掘 那在最后 记得把这个视频放进你的收藏夹里 吃吃回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系统快捷键的使用推荐 以及GeForce Experience 对游戏优化的同学 记得在评论区里留言哦 你的意见三连 是我们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 活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